心想事實際上 哈囉 我是Lexy 帶你來看properspace 那我們來看一下環境 到吧 那這裡是我們的合作商品的鏈鑊 有用的訊息都會在這裏晚上 那我們接下來 這裡就是我們的外台 歡迎 我們將精放在這裡 然後我們這邊是打槍 然後沒有打槍 基本上裡面都是可以充實 別害怕是衣服 今天是我們的啞鈴區 家電的重量都比較重 上面有兩片 那我們基本上有穩格 要一起加裝 都可以使用 那這邊是我們的植物隊 很多都可以使用 那這裡呢 是我們的防水機 那這次的配布機 基本上是只有私人客 就能夠使用到 然後我們這裡也有胡靈 我們的尺寸都非常齊全 還有一條線 基本上不知道帶任何東西 就可以拉電腦 這邊有比較小 中央的搖鈴 然後就是滑船機 後面也有平衡鈴 跟靠箱 那這就是我們的鋼匠 基本上是九四的課程 非常特別使用到 那這邊呢 是我們的旋槍 那還有三繩 那在運動開始之前呢 我們都會先做一個 一巴黎檢測 那現在就讓我們一起開始吧 然後我們在測量一巴黎之前呢 就是盡量可以空腹三個小時以上 就運動前測量 對 然後我們測量的 主要是體重 肌肉量跟脂肪量 那在運動 還沒開始進行運動之前 可能先測量 可以知道你的進步的幅度有多少 可以 那我再上來吧 鞋子跟襪子放到脫掉 然後腳跟踩在體重 然後把手放直 且不要抓住 手臂伸直 伸直往外 避免碰觸手臂 以及體側肩的部分 開始 因巴黎檢測 那在量完因巴黎之後呢 你就會拿到一個檢測報告 接下來我們就會做身體體能檢測 那基本上是因為我們的課程都有分強度 所以我們會以你的體能狀態 給予你建議的課程程度 那基本上我們都為初階 中階跟高階 在課表上面呢 你能看到一個小時的課程呢 都不屬於中階的課程 那初期呢 就是基本上你這些課程沒辦法分得上 或是教練覺得你的動作還需要再加強的話 就會上初期的課程 那高階的課程呢 就是上面的中階課程 再加上30分鐘的高階的間階 就是我們的高階課程 基本上要經過教練的認可 你才能夠參加 看完以上的影片 對於Purpose Days的環境 還有高階介紹 想了解更多的話 歡迎直接來體驗吧